这边的话来看一下金火奥的时装内录 对比医生历届时装了脸膜 可以发现基本上都是典型的包子俩 而此次医生的鉴定筋 无论是脸膜还是发型 都和调像式的虚妄时装蛮接近的 但是八字眉和愁苦的嘴型 多少降低了这款时装的气质 对玩家而言更喜欢宣传片中那掌控一切量子 时装方面的话 布道舒适包囤裙的营养 感觉腰间的轮廓明显比其他时装胖了许多 还有布道腰间是不是有那个血污的效果 看上去的话显得有些模糊 另外个人的话不太喜欢裙摆的图案设计 就感觉这个配色跟纹理的话有一些图 最后就是作为性定筋 这款时装的话几乎看不到明显的特效表现 如果在一身几款兴体中选一个的话 个人的话更倾向于其他两款 然后是小说家的时装 建模看上去的话要比三世图好看一些 桌边的话半有旋转的扑克牌的特效 衣服的纹理设计呢是带有花色的图案 而一把的设计则是和酷气小丑的仙晶晶相似 个人的评价是在众多的紫皮中算中等水平吧 最后是噩梦的时装设计 可能是因为轮盘的严算 所以看上去的话有些怪弹 或者不是说这种风格的时装还是蛮少的 就个人而言的话不排斥也不太能接受这种风格 最后就是此次精活的头像奖励 好了以上的话就这本期视频内容 喜欢的小伙伴们可以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